好 今天我們有外景拍攝 因為有新的相機上手體驗 上次我們拿了 Nikon Z62 和新的 17-28mm 鏡 去到西貢萬宜水庫拍攝了一條影片 我很喜歡這部機的反應和操作感覺都有點機械感 但這次這部機有反屏幕 以及機頂有收入位 整個導向就會更加拍攝導向 所以今天這個路線除了拍照之外 都可以拍攝 如果接下來放假又不知去哪裏 今天這個行程都是一個易去和特色的地方 可以看完之後都可以自己來拍攝拍攝 而Z30 的硬件上 這次用了 APS-C 的感應器 有2000 萬像素 支援 11FPS 的機械快門鏈拍 拍片上有 4K 30FPS 沒有 4K 60FPS 但在慢鏡上可以使用 1080P 全高清 做到 120 格每秒 還有這次這部機就沒有機身內建的防震 但在拍片上都可以透過電子防手震 可以做到其實都不錯的 剛才大家也看到拍片都定的 還有在設定裡面 還有幾段防震的設定 但最後要留意是 用了電子防手震之後 它有少少Crop-in 還有 APS-C 感應器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買鏡頭的時候 在 Nikon Z30 上的 Crop-factor 是 1.5 倍 像 1650 這支鏡頭 實際焦段就要乘 1.5 倍 才是你實際的畫面 對比起 Full Frame 的相機 而在這次拍片的顏色上 其實它還有 20 個 Picture Profile 就在設定 Picture Control 裡面 它有新的 Flat 扁平 Profile 可以在不需要調整 End Lock 或 LUT 的情況下 有一個比較平的 Profile 後製的空間會比較大 而下面這裡還有 20 個 Profile 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現在借這個壁畫 我們可以看看不同顏色的顏色 就像是否在那邊 就像是無聊天子 可以在那邊 就像是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包括指示的畫面 所以這邊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就像是有多不同的顏色 但是如果你不只是拍片 就像是一種的顏色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顏色 是有很多人的顏色 在那製色 機身插庫 以及硬件上的機身頂部有一個雷鋒罩 其實拆了一面就是 Hot Shoe 的位置 但其實 built-in 的咪高度也不差 它是雙聲度立體性收音 有 Left Channel 和 Right Channel 我覺得這個會黃標 它是紅色眼睛 追到人樣 有眼睛 嘩 它還在動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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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built-in 的咪高度 還有在機身左邊 可以插 Hot Shoe 之後 還有 3.5mm 音源輸入 另外也有 HDMI Mini HDMI 扣 以及 USB-C 以及可換鏡頭的相機 按住這個按鈕 再扭回鏡頭 但是最重要的是 旁邊這裡有一個 獨立的拍照和拍片的轉換按鈕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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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看了不少設定 30 倍這支 KIT 鏡拍片和拍照的效果 當然這支 KIT 鏡的光圈不是太大 如果配上定焦鏡或大光圈效果會好很多 但最輕及最入門的價格之下 以 6,000 多元的相機來說 可以出現一個畫面 都是一個二遊手的選擇 它有了反安和內建的雙聲度雙麥克風 拍片時會低調輕巧連續 始終因為 DPSC 鏡頭都比手機鏡頭大很多 還有可換鏡頭的 在這裡 鏡頭都比手機 妳可以出現了 在這裡 鏡頭都比手機 在這裡 鏡頭都比手機 但是在這裡 鏡頭都比手機 在這裡 鏡頭都比手機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請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我們可以發掘多些不同的地方 可以介紹和大家一起去看 又可以試試新機拍照 接下來是2023的新機 手機 或相機 記得訂的頻道 下次再見